难得的登船经验 让游客拿起手机拼命拍照 捕捉美丽的画面 为期30天的2023帆船生活节 宏管处规划帆旅体验 市集派对音乐会 及创意登视等周边活动 让游客有机会搭帆船 意游大鹏湾 我是从香港来的 我进这个民宿的老板 介绍这个帆船体验 因为他说这个大鹏湾是很美 这是我第一次逗留 我在盆湾东港这边 再待两天 就是我已经要了一圈 就是拍盆湾真的很美 很舒服啊 然后在这个戏湾里面 就是风浪不会太大 所以很慢 很慢的这种叫什么 慢火慢游 对所以还蛮棒 而且你看这种风反马上过来 很像在那个外国的感觉 彭管处与帆船业者合作 在90分钟的海上行程 带领游客体验搭帆船吹海风 欣赏沿途大鹏湾知名的观光景点 希望透过漫游的导览氛围 游客能放松心情 感受大鹏湾美景带来的悠闲 在4月份呢 在大鹏湾汽湖 甚至我们南台湾里面呢 这个汽湖的这个海域呢 是平静的 有风无浪的 很适合业者 船家 或者是游客呢 来体验这个风反 跟游艇的一个活动系列 就是带各位 除了游大鹏湾以外呢 也带各位来海上教堂这边 上面里面拍拍照 然后吃美食 接着呢 我们会带大家到 那个全台湾 唯一会开的跨海大桥 看一下我们的可可岛 以及我们的冰湾之星 在这途中呢 我们也会介绍一下 水上飞机 海之女神 跟我们的黄金黑尾 接有4月份风平浪静的海域 一览细湖美景 及观光地点 鹏馆处串联在地业者 举办帆船生活节 希望能提高大鹏湾 多元化的观光量能 规划更多有趣的行程 邀请国人走访 畅游大鹏湾 记者施心亭 张志高采访报道 那过来我们看他的主意 对手里扬的观光灯